我们常常说祷告读经 好像这四个字连在一起的呀 那祷告读经确实是我们基督徒的 属灵操练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可以说祷告读经是一体两面的属灵操练 确议都不能够 那过去两天我们都讲了 很多关于读经 那今天早晨呢 我们用两个小时来谈谈关于祷告 在我的后面就有部分的祷告团队 下面还有很多 我们等一下这个祷告研讨呢 这是我们整个的团队 一起来服侍大家的 那我们主要是两个重要点 第一个我们就为大家来看看一下 二十四七 二十四七就是不住祷告 守望祷告 就是每个星期有七天嘛 所以是七 然后每天有二十四个小时 所以是二十四七 就是不住祷告 我们会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 不住祷告 然后我们也会看看 上帝在我们的国家 还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一路走来 他如何的带领跟恩待我们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来看看 神如何看团体的祷告 所以我们会一起来反思一下 我们堂会自己本身的祷告会 也是从神的角度 圣经的角度 还有就是神如何带领我们的教会 如何的落实这些的祷告会 神的教导 那我们现在就恭喜 我们的祷告团队 他们就会 都是江户同工 他们就会一个一个的上来 讲他们的部分 然后希望我们弟兄姐妹 就是怀着一个敞开的心 看看上帝的作为 听听他们每一个人的分享 愿上帝把这个祷告的心 真的是在我们的心里燃烧起来 不单是这两个小时 以后一生一世 都真实爱上帝 祷告跟读经 我们的团队 来 我们教会过去的祷告事故 从个人的祷告 到各个教会的祷告会 无论是星期四晚上 无论是每周早晨 甚至是每一天 甚至是来到教区 联合祷告会 在接下去 我们有祷告营会 到2014年 就是我们教会 祷告的工作 来到这个分水里的地方 2014年 为你全国祷告大会 就在Sanway Convention Center进行 2014年也就是我们 启动了M247首望祷告运动的开始 为期两年 在这两年里边 宗教会我们都尽我们的本分 呼吁 邀请 鼓励跟带领弟兄姐妹 在祷告的事情上 特别也为国家来祷告的事情 我们都用心在其中 2014年9月 我们年会会有事工部 受托 推展 祷告的工作 2012年7月的时候 我们的荣誉会读 黄勇牧师 被推损为 马来西亚合影运动 Pray United 简称PU的主席 家园牧师 就在2015年正月 就受损为 上二月中区PU的主席 从这个动作开始 我们教会的祷告师公 就跟Prayer United PU 不可分割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 有不同的动作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在2015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第一批的 祷告协调员 为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传递祷告的意向 传达祷告的需要 还有培育祷告 勇士 在2015年的时候呢 本会也印制了N247的 桑鱼祷告手册 一共是三万本 书签有三万个到全国 目的是要传递祷告一项 而且也要提供祷告的 这一个的指引 在2015年我们看到一马丑门爆发 全国社会更是风云 差异在当中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需要 更是推广祷告 意向于事工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4月20到24号 PU-Sarawan 就有这个领袖训练营 在百中年中心 还有在5月25号的时候 有这个PU的 所谓的传递意向的这个学校 也是由这个华远会都所主讲 为的是要呼吁各宗派 为国家 为教会来首办 蒙感恩 在本会在N247推动当中 在2015年一共是3,519人 参与戴赞中 为国家首闻祷告 我们把荣耀归眼上天 我们继续的关心祷告的施工 祷告的热忱 祷告的火 我们继续的燃烧着 PU就是Prayer United 祷告的意向就传递 不断的在传递 在2015年9月10号 由历节的会长 舒子安务师来传递 为国家 为教会 首万祷告的意向 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大马日916 首万祷告 在舒子川主讲 持经代会长 圣经告诉我们说 清新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见上帝 我们继续的有这个 祷告的峰会 Prayer Summit 在2015年11月22到25号 在舒和善哪教会 进行教会复合行动 好让我们愿和平 彼此联络 接力保守圣灵所赐 和为以的心 沙龙月日与大马日 祷告崇拜 我们是各宗派 操纵我们复合的行动 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忘记的这件事情 就是Pastor Raymond Cole 你还记得他吗 两年的时间 弟兄姐妹 我们进行的这个 烛光王岛 感恩都在不同的教区 牧区当中举行 圣经说什么呢 One member suffers All suffers 一个肢体受苦 全部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恳请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的为着 Pastor Raymond Cole的案件 祷告 还有他的家人祷告 我们不放弃 因为最新消息 内阁重新 关注这件事情 设立特工队 查失踪案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维持感恩 要求神 赐智慧 与这些的特工队 好让上帝的公义 得以彰性 弟兄姐妹 我们的二十七祷告 我们不只当当我们教会推行 我们也配合其他的领议会 甚至跟各宗派 我们一起配搭 守望来祷告 一起来守望这个国家 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守望 沙劳越的大选 大家更记得 2018年去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守望 第十四届的存博大选 我们一起经历了 在509的时候 新大马的产生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我们深入选区来守望 我们在图案当中 你会看到 我们去到西布拉卡 我们去到 这些是中区 他们特别深入 到不同的选区来守望 我相信我们各教区 甚至在全国 我们都有做同样的事情 为的是借着祷告 我们来守望我们这个至爱的国家 弟兄姐妹 大马的前景 尚未明朗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宗教的 这一个的甚至种族 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挑战 请问 今天你跟我在守望祷告的角色 又是如何呢 让我们重新来回顾 我们的祷告生活 不止我们个人的祷告 我们个人祷告 让我们不断守望我们自己 守望我们的家庭 守望我们的教会 守望我们的国家 我们在教会有成祷会 我们每个星期四的祷告会 我们甚至各自堂会教区 有做这个祷告的营会 弟兄姐妹 我们感恩 2016年我们的会长 慈禁代牧师 开始也鼓励 我们每一个星期四 到星期四晚上 到星期五下午三点 让我们也学习过去 为私礼约翰 一直强调的 进食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参与了吗 感恩 我知道有些教会 他们也很积极参与 甚至有这个的 用WeChat WhatsApp里面 都有这个 祷告的这个群体在当中 进食迫切 为着教会 为着会长 为着整个国家 我们继续手腕祷告 会长也在2016年的时候 也推动了 72个小时 年度的以私帖 进食祷告 弟兄姐妹 我们期盼 我们属灵的生命 能够不断的长进 我们扎恩于神的话语上 同时我们 解决祷告 与神建立起那亲密的关系 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 进食祷告 期盼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来 一起来操练 每个星期是晚上 我们祷告会开始之后 我们到星期五的 这个下午三点的 进食祷告 甚至你可以参与 年度的 一时帖祷告 我们也感恩 因为我们的 PO这个联合祷告 我们在不同的教区 都常常有着联合的 祷告会 如果你有机会 让我们继续来参与 在中区 我知道每一个月 他们都有一次固定的 来一起祷告 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的 能够敞开我们的眼界 跟不同的宗派 我们一起 以祷告来托助教会 甚至整个国家 我们也继续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在特别的节日当中 我们知道我们有722 为3号月日来祷告 我们有916 会着大马来祷告 所以让我们都能够 继续积极的参与 甚至我们有许多的 祷告训练会 我们过去刚刚感恩 22到23 3月份的时候 有全国姐妹 第一次的祷告大会 弟兄姐妹 我们也期盼 透过这些的训练 更加的唤醒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不断的 为国家来守望 我们也举办许多的 时事的讲座 甚至训练会 为的是提升 弟兄姐妹 我们对祷告的认知 甚至我们的态度 跟心智 也就更好的 能够为我们国家 为自己来祷告 弟兄姐妹 509师父 让我们看到神带领 我们马来西亚出了红海 但是我们说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应许的迦南地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所以我们充满了许多挑战 让我们继续为求我们国家来守望祷告 我们的政治局势 甚至我们的这个治安也面对许多的挑战 最近的报道 马来西亚成为恐怖分子的中转战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这个国家 似乎看起来很平安 但是我们知道恐怖分子 有可能就在我们的周围 不是要引起大家恐慌 而是提醒大家 我们要警醒的 来面对这世代的挑战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思考 你我的守望角色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平安 现在我们会来从圣经跟不同的历史当中来探讨 看这个二十四期的祷告 圣经里面摩西五经 特别上帝选招这个祭司 他们在圣所当中来俯视 他们的俯视包括在圣所里面 看守这个金灯台 到外面烧香献祭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确保这个祭堂上的火 要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祭司的两大工作 就是透过祷告和献祭 带祷 还有赞美 敬拜 上帝 今天这个祭司的祭司的子分延续到谁呢 可能弟兄姐妹你们会说延续到牧师传道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做了 但是我们从彼得前书里面可以看见 今天人人皆祭司 所以彼得就说你们来到主面前 就好像活时成为灵工 要成为圣洁的祭司 要献上 借救主耶稣献上神所悦那的奉献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你和我就扮演了这个祭司的角色 特别我们要来思考为什么神吩咐这个祭司要常常看守着这祭堂上的火不可熄灭 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思想我们是否能够象征就延续不断的赞美敬拜 为国家代祷和复合人 从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昼夜眷顾他的子民 在这一个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 有一首歌就好像参加 耶和华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们要向高山寻步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召唤我们与他一起手腕祷告 神说他昼夜不休息 不睡觉 不打顿 使我们能够得到救护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诗人说我们要向上救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 我们要知道帮助我们的是耶和华 所以这里有一个笑话说到 我们的灵舍当他们祷告的时候 他们就会指定某一个方向 所以如果你喜欢爬山的话 你要带这个灵舍去 因为如果你迷路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说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你睁开眼睛看他 看他往哪个方向祷告 你就知道哪一个方向了 如果他告诉你 哎呀我们去酒店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那个标志祷告 这么说他也不知道那你就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神告诉我们说要向高山寻步 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向哪一个方向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创造耶和华 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能够向上帝祷告 神会换我们与他一起守望 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 上帝借着这个以赛亚先知说 耶路撒冷啊 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 他们昼夜必不经过呼吁耶和华 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他歇息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葬礼的 这里特别看到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说 他要设立这个守望者 那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一个守望台上 他做这个警醒的工作 就好像打仗的时候 要有一个人一直在那个台上来看那些情况 他不会跟你说我肚子饿 我先停一下去外面吃一碗干碗 吃一个董礼 不能他要非常警醒的 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所打的战是什么战啊 属灵的战争 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守望者 要持续不惯的祷告 直到上帝的美事成就 他愿我们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守望者 现在我们会从历代记上来思考这个立位人的分配跟亚伦子生的帮次来看24小时打花的意义 那先跟大家了解一些的背景 从历代记第一章我们看到耶和华他小玉摩西 关于这个亚伦的子孙他们做祭司他们的职责 那在特别在历代之上23章13节那边说到 指出亚伦和他的子孙 把他们分出来好分别至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 从这一节经我们看到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分别出来 在神面前侍奉 另外在历代之上23章 我们更看到大卫他在建筑整个圣殿的过程的时候 他也将立位人跟祭司很好的组织来办理圣殿的事物 那当中有分别有这个30岁的组别跟20岁以外的组别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20岁以外立位人的组别 分别是记载在历代之上23章28到31节 那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 他们的职责是要洁净一切的圣物 他们要办理圣殿里面的事物 比如说负责这个橙色饼数据的细念 无教的薄饼盘烤及油条和物 还有各样的深斗尺度 那他们要每日称谢赞美族 他们要献方祭给耶和华 然后要看守会目和圣索 这个是20岁以外立位人他们的任务 那在历代之上24章是亚伦子孙的帮次 在第19节那里说到 这就是他们的帮次 要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借着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物 那亚伦子孙的帮次有分成两帮 那一帮是以利亚撒的子孙 以利亚撒的子孙这里共有16个族长 那另外一个是以他玛的子孙 这里有8个族长 所以加起来是24个族长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这个24的帮次 我们就想说这个24的帮次 有没有可能跟我们的祷告24小时的这个轮值 可以有任何的关系 可以成为我们的根据吗 因为祭司里面有24个家族 另一人有24个帮次 都是2424 每帮轮流在圣定里面侍奉 所以每个人大概算一下365天除以24个帮次 大概每个人每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要在圣殿里面服侍 当我们再了解到这些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的访思 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大卫他看中圣殿中各样事物的细节 从圣物 从摆设到献祭 这些事他都安排得很妥当 而且他也是按着帮次去侍奉的 那这样的轮替 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到新约的路加福音 一章8节那里 讲到祭司撒加利亚 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 到他们那个时代还是继续持守着这样子的帮次 那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 祭司跟利畏仁 他们作为这个特别属于圣殿当中的侍奉人员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吗 那我们也学习到 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学习到 轮到我们的帮次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感慰上忠心服侍 我们也看到这个轮体的重要 而不是一个人坐完365天 确实有轮替 免得我们就看到圣经当中 记载一个祭司或者是 利畏仁他服侍的身心靠近 所以这段的小节呢 祭司和利畏仁他们24个方式的轮替呢 基本上是不能够成为我们24小时祷告的根基 是不能够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思考反思的一个点就是 苍于在24小时里面的这个轮值 我们要肯定轮值的意义 肯定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轮流祷告的这个意义 更是学习像这个祭司利畏仁他们在圣殿当中服侍那样的静忠直守 我们也那样的静忠直守 在我们轮到我们的这个时段的时候 我们也这样的在祷告中努力的祷告 寻出上帝也亲近神 这是我们从祭司和利畏仁的方式当中可以一起思考的 我们从旧约看祷告 我们一定离不开新约 而新约的祷告都专注在耶稣使徒跟你跟我信徒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新约的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信徒或者是门徒他们都迫切紧紧的祷告 他们也为仇敌祷告 他们也真诚以律的祷告 所以当你跟我守住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用虚假 我们不用讲话为上 我们不用做给人看 我们也顺服上帝的子一道来祷告 我们也要长长不住的祷告 昨天讲远远提醒你跟我 耶稣要选门徒的时候 他也整夜的祷告 我们也要认罪悔改的祷告 作为你跟我做入里公会的一员 我们要合而为一的祷告 像耶稣对父神说 像我跟你合而为一一样 但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二十四七这么长时间 我们也需要持之以恒的祷告 我们更要在祷告当中感谢赞美他 我们也充满期盼 盼望的来祷告 我们经过大选 我们也从牧家福音里面看到 神会亲自来申冤 我们只需要有盼望的来祷告 在祷告过程 我们也为众人祝福祷告 所以你发现我们在空中祷告完 我们不是为当一的事项 而是为众人的事项来祷告 我们也为人来恳求 我们也随时随地的来祷告 举起圣洁的手 随时都可以祷告 你在办公室 你在家里 你在厨房 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祷告 甚至我们也随着像天使一样 昼夜不出的祷告 重招了天使在启示录里面 给我们立下的访酿 所以亲爱的姐妹 从行愿来看的时候 提醒你提醒我 祷告是我们信徒的责任 我们不能推卸责任 第二 祷告是我们信徒的权柄 因为只有基督徒能祷告 不管男人女人 大人小孩 执事非执事 我们都要祷告 这是我们度有的权柄 那祷告也提醒你跟我 我们要团结合一 所以当你在任联的时间里面 你要记得 你不是一个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团队 不分教区 不分牧区 不分执事 不分会友 我们聚集一起 在空中祷告完 二十十七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祷告 我们从教会历史当中去看 这二十十七祷告 特别从莫拉威弟兄会当中来看 最初开始的时候 其实莫拉威弟兄会 是从这个古欧洲 澳大利亚的这个区域开始 而后跟德国有一些的牵连关系 在德国继续的发展 最初开始的时候 在七世纪跟八世纪当时 当地的这些人群就从希腊教会 和罗马教会得到福音 但是在十五世纪的初夜 罗马教庭与这些教室就经历了一些不堪设想的事情 奢侈贪婪 还有教会虚伪跟败坏 因此就有人兴起在当中做着改革的行动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突出的行为 而遭当地罗马教会以火刑来处使殉道 之后这些敬忠于福音的人就经常需要躲避 而在一支五七年的时候 这群的人就被称为基督之律法的弟兄 然后建立了教会 那么也有一些的人称他们为联合弟兄会 来到了1722年这群的弟兄们 这群守住福音的人呢 就因为一个政治人物设政 就强迫性要求他们要加入天主教 最后因为不愿意放弃这个新教的信仰 而遭到许多的逼迫 而之后呢就被迫需要离开他们的 这个家乡 离乡背景 然后抛弃他们的家乡 去到别的土地上 而在当中呢就遇到德国的一位 这个伟人名人 在他们的协助之下 给予他们有更多的帮助与守护 在莫拉威弟兄会之中的祷告又是怎么样呢 来到了1726年到1727年之间 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人物名字叫做清 清诚多夫伯爵 他就亲自的带领了几位的小女孩 其中有九位是从十岁到十三岁之间的小女孩 带领着他们给他们有许多的属灵之印 但是却发现说在这段的期间 不断的帮助不断的带领他们 却没有很明显的果效 因此呢对于这件的事情而感到非常焦虑 除了与她的夫人抱怨以外呢 也将这件的事情焦虑和痛苦 借着这个祷告向主倾吐 接力的热切 求主赐福和祝福这些的孩子 来到1727年7月16号 就真的是经历了圣灵工作 前所未有的圣灵充满 而这一波的圣灵充满的事件发生之后呢 接着下去就许多弟兄们 常常喜欢聚集在一起 努力的唱诗祷告 而且呢在这个唱诗跟祷告的时间当中 这个期间当中 也看到说许多人原本破坏的关系被修复 那同时交通祷告的人也大大的加增 在1727年8月13号 在一个聚会当中 有许多人经历了圣灵的交换 而从中所有的困繁被释放 甚至他们的生命 委身立志 弃绝 罪恶 众人甚至到一种的程度 可目足得到 每日三次的聚会 早上五点 早上七点半 到还有晚上九点 都聚集在一起敬拜神 那这事情以后呢 就有人这样的认为 应该要规定 时间 甚至是装衣的来祷告 教人记得说 曾经在神面前 许愿 要全心全意的 献上给神 因此也开始了 这个二十字期祷告 甚至以圣经 立位纪六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 作为他们这个二十四期祷告的这个圣经根据 就是说 在堂上必有常常人烧着的火 不可惜命 所以这个二十字期祷告呢 就拓定由二十四位男生 弟兄们 还有二十四位的姐妹 轮流祷告 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段当中 花一个小时来祷告 参与这个祷告服侍的人 从二十四男人跟二十四女人 逐渐增长到七十七人之多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思考看看 这莫拉维弟兄之后所带给整个时代的果效是什么 那在这一七二七年的大复兴之后呢 在这些的能力 还有这个复原上不断的增长 甚至增长了将近一百年 一个世纪的时间 其中有许多人因为这个莫拉维弟兄会 而认识了神 其中有包括谁呢 在十八世纪期间的 这个魏斯里约翰和查尔什魏斯里 还有呢 在十八世纪的大步道家乔治怀特菲 另外在印度开邦步道家威廉克里 还有许多在这牛津大学求学的一些学生 愿意为主所用的 他们都领受来自他们的属灵旨意 还有他们的领导以及他们的影响 甚至到了一九三明年呢 总共从这莫拉维弟兄会当中 特别拆开了超过三千人的宣教士 从这些莫拉维的背景 直到他们所带出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果效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二十四期的祷告运动 是可以带来许多美好的祝福 无论是在之前或者是在现今这个时代 当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线上让神使用的时候 透过祷告透过线上必然能够成就许多的事 能够带来更多的祝福给我们的时代 曾经我有机会请一位师母分享关于另外一位师母的经历 他说他这位朋友师母他从年少开始就开始为他的这个未来的另一半开始祷告 他也把这个带导事项放在钱包里面 那放在钱包里面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记得的时候就拿着钱包对天指一指 上帝你记得我的带导事项哦 你要毋有预备 所以我的结论是毋有闻的从今天开始 都要毋有另外一半来祷告啊 这个是开玩笑的 那当然也可以真的是这样子去做哦 最后来这位师母的另外一位师母朋友 后来就是嫁给当然是嫁给牧师哦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有时候我们为一些事情来祷告的时候 这个果效是不能急的 你从年少开始为自己另外一半来祷告 应该至少要等到18岁才可以成就哦 最快了 除非你在另外一些的宗教里面 但有时候有些事情是非常紧急的 我们怕不得把这些事情可以马上为我们来成就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 就像我今年去一个地方木会 那里所有的人都是种有种的 所以当有种起落不落的时候 我们就很有感觉 会有些人就会跟我讲说 你看现在都没有人出来买东西了 这个有很大的感受 所以有些事情很紧急 比如说一个国家经济的成长 我们希望国家贪污的事情可以减少 我们也希望在上掌权的可以更加的公益 更加好联名的 当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 我想我们就巴不得这些事情可以马上发生 但是如果靠我们自己一个人祷告 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好像不能做到长时间的装助祷告 那也可能在这样子两头不到岸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我们心里的鼓励感可能就让我们放弃了继续祷告的意思 所以第一天前面二十七祷告可以帮助我们 因为它是一个昼夜不停息的连锁祷告 是圣徒不间断的呼求 我们固然可以每天定时间为国家祷告 但是如果我们加入二十七的祷告团队 我们就更加的踏实 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 我们都可以很放心知道 这个时候有人在为 这个我同样关系的事情祷告 即使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也知道现在正在有人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第二姐妹二十七祷告是回应紧急带导 也是可以让圣徒的呼声是不止息的 启示录八章告诉我们 天使将装满香的炉 再放上这个火就倒在地上 接着就有许多灾难的发生 第二姐妹 这个是记载在启示录里面 约翰所看到的意象 然后当这个装满香的炉倒在地上的时候 许多苦难就发生 那这就是上帝对于圣徒祷告的一个回应 第二姐妹 所以启示录八章给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的祷告跟所要成就的事 是有一个的关系 那在这个异香的画面里面 我们的祷告好像变成是一个可以算的东西 因为祷告就被比喻成是这个炉里面的香 甚至说当香装满的时候 它就倒出来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什么呢 祷告就变成一个可以被计算 好像是可以被计算 也可以被抖凉的一个事物 当祷告达到一定的量 装在炉里面的祷告满了 这个香就要倒出来 那上帝就要回应圣徒的祷告 第二姐妹 假如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合神心意 当一个团队凭着信心不断的聚集 聚焦为同一个事情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凭信心相信 上帝要成就这件事情 就像卫士里约翰说 上帝只回应信心的祷告 当然这不是说上帝没有其他事情做 而是因为在《创世纪》一章 那里就说 上帝要把大地交给人去管理 所以上帝愿意透过人的祷告 来成就祂的美意 所以第二姐妹 当我们参与在二世纪祷告里面 当许多人一起凭着信心 聚焦为同样的事情 来祷告的时候 那事情就会按着上帝的心意 快快地成就 我还记得在我中学时期 中学五支 听我的同学提起说 他是去SIV教会的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SIV是哪个堂会 哪个教区 那个时候我认为 卫理工会 全部的教会都是卫理工会 卫理工会就是全部的教会 不是抗低 不是贬低其他教派 中派和教会的意识 那我曾经真的一度以为 全部的教会都是卫理工会 那第二姐妹 可能因为相 也可能因为相对于现在 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中派之间 教会之间 没有那么多的合作 所以也有可能 身在SIV的你 特别身在SIV的你 你可能也有跟我们一样的错觉 以前的时候 可能你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第二姐妹 二世纪祷告 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合一 特别是教会之间的合一 因为当我们信息的群体 面对同样的课题 特别是国家课题的时候 我想圣灵都会在我们心里感动 我们要透过祷告 来寻求上帝 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目标 那不同的教会和宗派 就会聚集在一起 就像现在马来西亚 也是因为许多的课题 不同宗派的教会 就聚集在一起来祷告 所以弟弟姐妹 当我们面对国家不同 不好的处境 当我们面对紧急的课题的时候 我们要透过二世纪的系统 更迫切的祷告 更聚焦的祷告 我们也就更合一的来祷告 这一次的慰礼大会呢 我就一直的听到讲员他说 他讲读经不是为自己读的 对吗 你记得讲员有讲过这个话吗 他讲过不止一次 他说读经不是为自己读的 然后我刚才听这个团队 在分享的时候 我就觉得祷告 不是单单为自己来祷告 所以我们真的要加把劲 不单是为自己私下的祷告 我们真的要常常为我们的国家 为这个时代来祷告 并且要学习团体的祷告 这是不单是 Private Prayer We also need corporate prayer 这是一起的祷告 所以我们现在介绍来呢 就会来到另外一个部分 这是讲关于我们堂会的祷告会 那我们现在就首先请我们的 Pastor Candy 牧师 请问您 所以我们先看在 宗教会会的建议 Pastor Candy 牧师 然后我们先看 Tierrya会将我翻译成中文 是 所以我就做翻译 很多人 当他们看在 Mathieu 6 节目 他们有这个想法 Pastor Candy 牧师 是一个私下的事 很多人当我们看到 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祷告可能是自己私下的事情 Pastor Candy 牧师 Pastor Candy 牧师 所以很多人就有一个错误的思维 以为这个经节是要鼓励我们要自己私下祷告的 However if you look at the Bible When the Israelites were in the wilderness After God has delivered them from Egypt 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圣人 当上帝带领他们 God gave them instructions on corporate worship and prayer 那上帝就给他们 特别是关于崇拜跟祷告的一些的指示 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怎样借着摩西 怎样带领他们 怎样聚在一起来祷告 我们看到上帝叫他们建一个慧幕 And this is where God's spirit dwell among them And that's where God's people gather together for worship 那这个慧幕就是神的灵住在里面 然后也是神的子民聚在一起敬拜的地方 There is also a place for them a place for them to offer their sacrifices to God 那也是一个献祭的地方 And the book of Hebrews tells us 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 That this tabernacle was a copy of the one in heaven 那这个的慧幕其实就是一个 夫妻品来的 copy来的 就是那个真正的是在天上 And then back to the time of King David 那当我们回到看大卫王的时候 Who was known to be the worshipper of the Lord 那他是敬拜上帝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人 He enforced corporate prayers in the lives of God's people 那他特别是加强神的子民的生命里面 那个祷告的部分 So we can see from 2 Chronicles From Ezra, from Nehemiah 那我们都可以从历代之下 Nesila, Nesimmi Can see how he let people in worship the model of corporate prayers 那我们都看到他是怎么样带领着 一个集体祷告的一些模式 And we can see from these examples The corporate prayers was the central part to the spiritual health of the nation of Israel 那我们都看到呢 这些的集体的祷告呢 确实是以色列整个的国家 以色列国家的那个属灵的健康 So when they were praying together When their hearts were right with God We can see they were enjoying the blessings from God 所以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心思对着上帝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享受上帝给他们的恩赐 他们的恩赐 那他们呢 上帝给他们的福是非常多 并且他们也没有仇敌的攻击 And then in the New Testament 那在新约里面呢 Jesus also taught his disciples how to pray 我们也看到呢 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去祷告 And in the books of Acts 在《使徒行传》 After Jesus was resurrected 当耶稣圣天日之后 The early church they gathered around corporate And they gathered together just to pray and pray and pray and pray 所以初期的教会他们就会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祷告 So back to the context of Matthew 6 但我们回到刚才马太福音笔六章的背景 Prayer life Prayer life as an individual is very important 那祷告呢 对一个自己来说 思导是非常重要的 It's not for boasting It's not to show off But just you and God 那这个事不是要炫耀给别人知道 只是你跟上帝自己两人的事情 But corporate prayer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the life of the church 但是集体祷告也是同样的重要 特别是对我们整个教会 基督的教会 So both have to be practiced diligently 那两个部分都需要努力的去练习 So next we will just look at prayer meetings in the early church 那我们先会来看看 早期初期教会他们的祷告会 Especially the books of Acts tells us The early Christians they were praying Christians 那特别我们看到原来初期的基督徒 他们就是祷告的基督徒 Praying was a central part of their life as the church 祷告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也是教会的最重要 And then they continued to pray And the early church was born at the time When they were having a prayer meeting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那他们是一起祷告咯 然后祷告这个Pentecost 而这个五旋节呢就是在这个祷告会当中诞生的 The disciples they continue to pray And then they bring the gospel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那门徒呢继续祷告他们也没有福音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So Jesus taught his disciples how to pray first And then it was handed down to the early Christians And then to us today 所以首先耶稣先叫门徒祷告 然后这个的祷告呢就是一起传流传全 Just on the book of Acts alone there were examples of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people of God prayed together 那就是给我们看到当基督徒一起祷告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For example when they prayed together they had wisdom to replace Judas the disciples who betrayed Jesus 比如说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有智慧怎样去换了那个游荡 And when they prayed the Holy Spirit fell on them 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叫你在他们的身上 And then they were also bold to proclaim God's word 那他们也非常勇敢地去传神的话 And that place literally shook 那那个地方呢就好像地在争斗那样 And then when they prayed they had the wisdom to choose seven men to serve in ministry 那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也有智慧去选七个人出来服侍 And when Peter was in jail when he prayed He was delivered from the prison 那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呢彼得在监狱里面也被释放出来了 And then when they prayed So on the bus they were sent out as missionaries 那当教会一起祷告的时候保罗跟希拉 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被拆遣出去了 And then when they prayed also Paul and Silas They were in prison And then they brought a jailer and his family to Christ 那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保罗跟希拉他们也被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 然后那个监狱的监狱的人也得到信主了 So the early Christians they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praying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所以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明白作为一个团体 那个祷告一起祷告的重要性 So from this example we can see miraculous things happen when people of God pray together 所以从这些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当基督徒一起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应该发生了 So praying together is a priority of the health of a church 所以一起祷告是教会健康的优先 And the same God that was in the Bible is at work today 那同样的上帝在初期的教会工作也同样的在现在工作 Do we individually and do we corporately as a body of Christ pray to know the God's heart beat of God 那到底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或者团体我们能够了解上帝的心跳吗 So do we as a community as God's people pray for forgiveness to proclaim Him 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或者个人我们有没有祷告有这个勇敢的去讲勇气 And also do we pray together to seek God's purpose for our individual lives for the life of the church and also for the society and the nation 那我们有没有一起祷告为上帝在教会当中的心理还有就是为教会为社会 Reverend Debbie will talk about creative prayer 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冷吗 我们也觉得很冷 那你教会的祷告会冷吗 你会不会觉得你站起来走一走的时候比较热一点 所以你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 你有没有站起来 会讲说站起来走一走 会讲说太冷了 大家站起来走一走一下 你会不会觉得你站起来动一动一下你就比较没有那么冷 所以也盼望你回去之后也请你站起来 厕所时拿一下去祷告会 请坐 我们教会祷告会 很多教会可能祷告会都蛮冷的 可能在台下的你 你有固定参与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吗 参与华然年会有很美好的传统 那就是固定的星期四在各个堂会 都有一个小时的祷告会 请问你参加了吗 今天 当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创意的祷告会 或者是一个有从效的祷告会的时候 它到底有怎么样的元素呢 哇好快哦 被逼地上去了 第一个 就是我刚一开始就跟你提到 我们教会有固定的祷告会的时间 一般上我们少儿要皇儿联谊会 我们在许多地方都是星期四往上的 只是时间不一样 因地方而异 事务就比较早 其他地方可能就比较慢 要到七点半 所以因其他地方而异 所以我们有 你需要有一个有创意 有偶像的祷告会 它需要一个固定的时间 它不能说这个礼拜有下个礼拜没有 要不然请弟兄姐妹看持续答案 那肯定人家都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就不要来了 所以我们首先要有固定的祷告会 要有固定的时间 地点 那第二 我们教务跟领袖们应该以身作则来参与 一个有创意有果效的祷告会 教务跟领袖们应当以身作则来参与 所以我们常常讲 祷告会很闷等等 请问你来参加了吗 还是你是道听途说呢 你自己亲身在里面有怎么样的经历呢 第三 祷告会也有计划 我们现在很多的思维 是不是都说 以前怎么做我就造根 以前怎么做我就造根 今天我们祷告会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计划 是不是说轮到你带领领导的时候 或者我们做牧者的 我们要常常负责领导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例行公式 我们自己有没有预备好 还是我们匆匆忙忙 我们要有创意的话 我们需要做一些的计划 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方向 从事而来带领我们 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进行 祷告会很沉默 很常的说是因为没有计划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例行公式 没有办法 牧师定了下来 这个星期轮到我 那个星期轮到我 所以我就只好做 应付应付两下 而且祷告会越快好 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哪一个在祷告会的时候 他平常是7点3开始 他7点9个字就好了 哇这个好 我们很早回家了 还可以向大家一下 我们要好好预备 善用那一个小时的时间 刚才我们已经听了 祷告会的圣经的基础 从旧约到新约到旌旗的教会 今天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好好地做规划 当我们进去祷告的时候 我们好好做规划 做计划 第四 创意 我们的祷告会是一层不变的 所以你有做计划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了创意 可能偶尔是歌唱式的祷告 或者是回应式的祷告 或者是出外 出外式的祷告 什么叫出外式的 像有时候不去的牧养的教会里面 我们一年会有一次到两次 我们会外出 或者是在堂会里面 四处总动做捷径祷告 或者去到某一个地方 我们来做捷径祷告 有时候我们会外出 整个教会一起外出来做祷告 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也可以属于创意的一个部分 或者在祷告过程里面 他不是一开始 来我们一起祷告 讲到完 到最后 难怪他7点45分可以结束了 所以 这个我们有没有做一些的设计 跟做一些安排 让我们的会众也有不同的体验 大家聚集问一个地方 就比如说你要在哪里 比如说你要在哪里 办父母节的聚会 我们能不能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移到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做祷告 这也是个可以鼓励不同的人在当中 来参与我们的整个的祷告会 所以我们要有一些的创意 当你好好预备的时候 我们的创意也是创意的上帝 也会给我们创意知道怎么带领 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祷告会 另外我们也要花时间在当中敬拜 是不是我们的已经固有的模式 每一次祷告会负责领唱的只唱三首歌 所以每一次上去领唱就是三首歌 两首歌不可以吗 四首歌不可以吗 是不是一定规定好就是三首歌 我们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在敬拜上帝 安静我们的心 带领我们透过诗歌的时候 让我们的目光注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可能我们从来是匆匆忙忙的来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们连回家都还没有回 我们就匆匆忙忙来祷告会 但是在这个时段 我们能不能先把这些放下 让我们把整个目光注视在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我们透过敬拜 那有些人就说 我们的联拜没有意义 我们的敬拜是让神的荣耀被高举 我们有站着的时候 我们也有坐着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当中安静 也许他们在带领领事的时候 你也已经可以在台下祷告 而不是在心里面 一味的指责批评 唱这么久 还唱不完 还唱不完 一直唱 一直唱 我们可以在台下祷告 甚至我们可以为那些还在路上 你知道还在路上来的人也祷告 也为真求圣灵继续在今天晚上的祷告会里面 都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让我们在祷告会里面 我们遇见耶稣 我们经历耶稣 这是我们可以在敬拜的时候 花时间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当然你来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 你要带着期待 期待上帝要在我们中间寻大事 当每一个事项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期待上帝有他的时间 有他的方式 要在我们中间寻其事 这不是带着行事来祷告会 而是我带着期待 今天晚上的祷告 每一个的事项 我要看见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了什么美事 为国家的祷告 要看见上帝在我们中间做了什么美事 接下来他怎么样在这件事情上开路 我们可以带着期待来祷告 所以你可以很喜乐的来祷告 在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会也不是一场上礼 一开始就就 到结束 不是上礼 他可以是一个很兴奋 所以你带着期待来的时候 你就有兴奋 你就可以看到可能在中间可以安排 安排一些人做一些的分享 是他的祷告蒙印云 我们在谈会为这些人祷告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像上礼 因为我们很常会为身体软弱者来祷告 如果你看那个名字越来越少的话 什么意思啊 他觉得 哎哟 好像跟我也很近的 我们要感恩他们回到天父那里去 这是很美的事情 我们祷告他们脱离痛苦 可能这样子 所以我们祷告会不是一个上礼 我们可以带着期待 我们可以很兴奋来到祷告会 耶稣我今天晚上要来祷告会 因为我可以听到 上帝在不同人生命里面 成就的美事 上帝怎么样在不同人生命里面 带他经历耶稣 看见耶稣 所以我在祷告会里面 有安排这样短时间两三分钟的话 在当中来分享 哇整个心境很不一样 很兴奋 正如家园故事刚才分享的 你是不是觉得很兴奋 看见我们为国家祷告 一些国家的转化 你兴奋吗 你喜欢的话就阿妹 阿妹 你看 所以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分享 让大家一起 我待着期待 我继续愿意来 跟大家 我除了在家里祷告 我除了参加个人24期的祷告 我也跟着群体一起来祷告会 所以每天时间 每个星期的时间到 我们都愿意去 接下来还有一项就是 我们期待庆祝了 我们也要坚持到底 有时候我们要忍耐 忍耐有人会批评你说 就怎么唱歌唱这么久还没有唱完 忍耐因为他还不习惯 我们继续鼓励他 我们也要坚持到底的祷告 不要因为被人家讲 我们就不要来祷告会 不要因为被人家讲 我们就沮丧 然后我们就很心事化的来祷告会 反正我做的怎么样 都不会有人欣赏 我们做不是做给人看的 是上帝用我们成为一个器皿来荣耀他 所以我们花多少心思预备 上帝都知道 我们在预备整个祷告会的时候 正如为主耶稣预备演习一样 我会很用心在当当预备 我记得在有一次的服事里面 当当一个圣餐 一个圣餐的时候 我就问有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你要摆到这么美这个圣餐 因为对我来讲 好像圣餐反正每一个月都要做一次吗 摆来摆去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块白布 然后杯 然后这一个饼发 在那边 但是他说 你要记得圣餐 当我们这样预备的时候 你要跟自己说 我是为主耶稣在预备演习 从那一天起 在我的生命的牧养和服事里面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无论是我别人安排我领导还是什么 还是负责主理或者是相邻 我都在为主耶稣预备演习 所以我要好好做好每一个细节 我要为主耶稣预备演习 因为他是荣耀的君王 是非常美的 是非常值得我们欢迎跟遵从 所以在每一次我的心态 做任何讲道服事 我再为主耶稣预备演习 我要得到他的称赞 所以今天如果是安排到你带领祷告会 你也要为主耶稣预备演习 如果不是你安排你带领祷告会 你要开开心境来出席主耶稣的演习 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团聚 预藏在天上的滋味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有创意有果效的祷告会 它可以包含这么多的元素 今天我们来思考 今天我们教会的祷告会 在我们为你公会的祷告会里面 在你堂会的祷告会里面 有这些的元素 那我们在接下来 再看一个模式提供大家参考 就是创意祷告会 或者是有成效祷告会的模式 一般上我们都是一个小时 那这一家 这个全部可以出来了 你的手机应该很冷了 也可以拍照下 让他叶一下 因为刚才叫他休息 现在可以拿起来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模式 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的一个模式 他首先 他以敬拜和赞美 或者读一篇的诗篇 连时间大概有跟大家算一下 连时间也在那里 第二个是个人祷告 你可以个人在那里祷告 也可以引导 什么叫引导的祷告 就是有人在上面主持 然后带领你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可以有两个部分 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也可以感恩 有这一个引导的祷告 所以可能在预备的人 他可能要放几个 我们教会里面 什么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面 神应于我们祷告 或者可以邀请一些人来分享 我们教会的会友当中 他们生命里面 神随听他们祷告的经历 振奋我们的心 然后第四个的 接下来的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为教会 家庭有需要的来祷告 我们就可以在那段时间里面 特别可以分小组啊 或者是或者是看着屏幕 在那里一起的来来祷告 OK 然后再接下来有另外十分钟的时间 有另外十分钟的时间为了国家 为了社会等等来祷告 对不起我要强调第二项的部分 主要是在认罪跟悔改的部分 可以是个人的 也可以是有人引导你 我们国家 或者我们教会 有哪些地方 我们不敬于神的 我们一起开身来认罪祷告 在第四个第五项的时候 就是当当带祷的时间 所以他总共一算一算 是不是六十分钟 我们刚才说花时间祷告 花时间敬拜 所以在第一段 在敬拜这边有二十分钟 所以在接下来就十分钟 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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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钟是很快过去的 你们已经听了我讲十五分钟了 时间过得很快了 所以到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会忘记时间 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可以提供大家 作为一些参考 可能你还有更好的意见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场会 他们还有其他更 一些其他的一些更美好的做法 那可能等一下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一些的分享 所以最主要是帮我再回去上面一张 当讲到有成效 有成效创意的祷告会的时候 盼望我们有这些的元素 我们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帮助 我们谢谢牧师 我们想请我们刚才的整个团队 再上来一下给大家看看 整个祷告团队 来来来 加油牧师 这个祷告团队是会有施工部属下的祷告施工的一个团队 然后其实他们都是代表每一个不同的教区 他们也是祷告联络员 可以给人看一下吗 可以给人看一下吗 多一点给人看一下啦 看不到 看不到 我们想给他一个鼓励的掌声 加油牧师是他们的大哥大虹 然后不同的教区的 然后他们其实都是教区的祷告联络员 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下台了 谢谢 谢谢